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觉得可能有些事情比较大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像我们上周解盘的时候还提到的这种关于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面 那么现在发现什么 不能说当时是个假消息 因为毕竟是特朗普自己在推特上去发的 但是在当时的话这个市场的反应就说我们应该有那种感觉 就是说他发完以后他并没有想退出 只是他提到的词是他被迫的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去讲 就说朝鲜这个问题一定还要看朝鲜方面的一个反应 所以到现在为止目前看的话 这个会面又回到了一个正轨上 特殊情况应该6月份这次会面会如期的举行 那么像包括今天的一些消息 大家如果看的话就看到 包括现在在板门店 美国和朝鲜是有沟通的 同时新加坡这一边的一些先头的一些 一些所谓的一些团队已经去到新加坡那边做一个准备 然后可想而知 这个会议还有将近十几天 这些已经在提前做准备了 可想而知这一次的这个准备工作做的是比较充分的 比较充分的 好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对市场是好是坏 当然我觉得是从市场的稳定性来讲 当然是好的事情 在本来可能爆发争端的情况下 然后迅速的又化解了这次危机 那当然对市场是一个好事情 那么另外的事情呢 就是关于这个欧洲的这个新的一轮的危机 主要是以意大利为主的一个危机 那么也导致了可以讲欧元的下行跟他也当然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因为欧元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下行 而意大利这个事情 从他的影响来讲 跟当时当初的这个法国 德国相比还是较为小 因为从经济体来讲 从经济体来讲 那么意大利的这个经济体 要规模来讲 要比德国比法国还是要小很多的 只是说 推欧的这件事情 如果意大利宣布推欧 那么对市场影响当然是很大的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还没有说走到这一步 只是说所谓的一些激进 所谓的一些这种言论是出现了 具体的话呢 还要后面再去跟随着看一下 跟随看一下 那么伊朗这个问题 现在是悬而未决 目前市场中都是一些 我觉得都是一些想要消息 比如说谁说了一句话 谁怎么样 这些的话我个人觉得 对市场影响不大 主要还是说 接下来这个整个欧洲地区 和他们的一些态度 以及这个接下来这个美国 对于伊朗这个问题 到底最后给予的制裁的方案 到底是什么 这个都是更重要一些 但是目前的话 可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 到市场里面 也还没有 所以这方面的话当然也要看 也要看好 这是周末吧 几个算是重要的事情 当然围绕着这个朝鲜问题的话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新的消息 比如说这个这个 金正恩和文在寅的这个会面 比如说这个美方的态度 一会朝鲜的态度 一会两个两个两个国家宣布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当然是 所谓的这个这个是向好的一面发展 因为最后的话可能 整个新加坡的这个会务是没有被取消 好 那么这是关于基本面的一些消息 那么从我们市场走势来讲 美元依旧比较强 虽然今天开盘的时候 美元曾经一度下行 那到我们解盘之前 美元又再次的拉升了 并且欧元有下破 美元有上升 都有存在 所以这是从美元的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原油的话呢 今天早盘一开盘又下跌了 所以现在原油其实是 整个从波动来讲 它是最大的 并不大 所以原油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市场 对于目前来讲 当然我白天也讲了 原油的话对我来讲 是我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看法 当然这些看法的话 我一定要建立在一种逻辑基础上 不能够说什么是什么 所以我一会儿就下面 下面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状况 就现在原油市场 那么我们看原油市场 原油市场的话呢 从上周的这个最高点 到72.83 运行到最低点 已经到65.80 一共运行了700点 很大 实际上五天跌了将近10% 这个跌幅算是 短期爆发当中 比较大的 但是你说它是唯一的吗 那并不是 像这一段行情 从顶端爆发的时候 从66 跌到58 就跌了将近有 800点 看到没有 跌了800点 那么66 跌到800点的话 其实已经超过10%了 已经超过10% 而现在这个72跌到 65 跌了将近有700点 其实还没有之前 那个跌幅的比例高 其实它为什么感觉很大 就是因为 在周五的时候 出现了一颗单颗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下跌的一颗线形 是这么一个原因 那么白天我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 寒意是说 为什么 变化的 主要还是在于 这个 在日线级 这个级次上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它能不能够 有效的下破 下下破 好 那么回溯一下 之前的一个 整个发生的事情 那么之前的 我的分析当中 我们先不管 上方我做没做到 就说在分析当中 是说 从 这个行情 这个附近 会出现一轮下跌行情 那么第一个 当时给大家讲的 这个位置 就是在 记得当时我说的是在 66、67这个位置 应该是这一边 然后的话呢 它会在右侧 我觉得会出现一个 次高点 出现一个次高点 在顶端 它不会出现 风险性事件 顶部 然后呢 到风险性事件 到右侧去推出 然后在右侧的时候呢 打一个次高点 可能配合着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配合着 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包括一些风险性的 一些事件 出现一个次高点 那个点可能是 如果从形态上 从位置上 可能感觉会更好一点 因为那个是一个 多单力量的释放 或者是多单力量的一个聚集 这是之前的一个分析 但是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我把它这个 暂时的推翻了 我不能说不对啊 暂时的推翻 为什么推翻了呢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在这个下行 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下行的过程当中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但是在整个我的思维体系里面 如果是利空消息下跌 就像我今天白天 我朋友做这种沟通的时候 也说过 我也明确的讲 即使我这天我做了空单 我估计我不会拿着 甚至于我可能不会 在这天能持有的住 甚至于我在这一两天就平掉了 因为这不符合我的逻辑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一个利空的消息 然后在光下跌 那这个市场里面 参与者是谁 散户在做空 同时在下跌 散户赚钱了 谁在赔钱呢 这是一个最实际的例子 那就是我认为 这个地方的逻辑是不通的 好 那逻辑如果这个地方逻辑是不通的 那这个下跌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个人觉得还是 引诱市场中 可能会有人要去犯错误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问题是说 我不是说它将来不会跌 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会有一些变化 整体上主要是 如果非要细分的话 我觉得就分起来可能很麻烦 就是你需要从多方的角度和空方角去思考 也从这个多方的参与者和空方参与者去思考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从多方的参与者 有人说在这个下跌当中有人在抄底 这个不会 或者是非常量会非常少 因为它不符合逻辑 就是说有人在去买入的这个事情 它建立在的逻辑是这个市场现在是看涨的逻辑 能理解吗 就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下跌是由于多方的支障 那如果没有散户进多单 这个支障怎么来的 这又最实际的问题 对吗 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从这边下跌 一般来讲多单怎么进程 抄底进程吗 这样吗 有没有 我肯定是有的 不是不排除 没有肯定是有 但是量呢 比如说如果在这一侧 出现了利多的消息 出现了利多的消息 那么有人买 这个我同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变成什么 比如说这一点 有人在这个区间内被套住了 做的到现在 其实运行的空间还不足以 打到爆仓的位置 那我觉得会 价格会跌落下去 而如果在这一侧 有人被套住 甚至这个往上走 被套住的情况下 那么在右侧的反弹 当打到这个区间下边缘的时候 如果是 有风险的事件造成它回来 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一个 做空的位置 因为这就把问题抛给市场了 就说你是让从大量的从顶部回落买路的人 让他们解套 还是说让我的空单 它下跌的时候 让这些人进行 而我的空单会获利 这就是一个二选一了 那就很清晰了 但是因为它上方 这个区间内 没有多单载 懂吗 没有多单载 那这一点就不成立了 所以实际上那一天晚上 后来我复盘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事情 就像这个地方 我后来发现它就是差了那一个拉升 它如果在那个点上有拉升 其实市场的含义是不一样 因为它如果它有一轮拉升 那么从这个这一天开始上行 到这一天 有一个加速上涨 那么市场里面就会产生 对应的交易计划 对解吗 这对应的交易计划 充高去买入 但是更多的人是在回落的时候去买入 如果这个时候 市场里面没有利空的消息出来 会更好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从 从这一侧 上升上去 然后没有消息在这边 就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就是或者是没有明确的利空消息出现 那么市场的行为是 冲高以后的 在蓝色区域内 可能我们画小一点 大概在应该是在七零上方吧 在这个区域里 它是逢低买入的思维 而这个思维 它会促使原油价格 在后面是大幅下跌的 推动力 它们止损了就会下去 那你姑且认为 它们这个区间将来爆仓 7172到60 对吧 爆仓 那好 那这是一个力量 但是这个地方 没有 没有 不存在 不存在的情况下 如果你还要按照之前的那种逻辑分析 那就有问题了 思考一下我说 好 所以 这边综合起来看 由于上方 它没有多单子 没有多单子 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在这里获利 是提前的布局 因为我后来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到周末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一个月线集次的 我觉得是一个回探的过程 那么 单靠 这个时间 就是特朗普 宣布退出伊朗核心意的 这个地方的 几个小时 就能完成 这个周期级别的建仓吗 可能有点困难 但如果说是按照 这个地方 它建立了一个仓位 我觉得是正常 那么可能 刚好在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对前期的 整个这个区域的多单进行了一次 很大的洗盘 也就是讲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里边 不能说没有多单 可能还存在 但是 已经很少了 而现在变成了是 空单有很多 而多单没有了 而这个在我看来 下跌的概率是 是小的嘛 就相当于是 你散户之前 这上方的这个 从这边做多的人 都因为这种下跌 被洗掉了 而在这个上方 这个第二 这个蓝色区域里边 好 那么 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 散户有人做空 而且现在我发现 很多人往下看 看得很低 好 那么然后呢 也有很多人 上逢高卖出 所以我刚才讲 如果逢高卖出 能成立是因为 上方这个蓝色区域 有人会踩买入 那你作为高位反弹做空 以它作为一个对冲目标 那可以 在这个区域里边的多单 不存在 这个区域的这个不存在 它没有 这就不成立 而且这个问题是出来了 如果上方这个地方 没有多单 而它这个能下跌 洗掉是前方的多单 在顶部追多的情况下 如果它涨上去了 那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多单 所以涨上去了 无所谓 因为不存在 它们会获利的事情发生 没有嘛 要想这个事情 因为没有多单在 所以即使涨破着 也没关系 因为没有 可以获利 同时 在这一侧 反而有很多人在去 卖出 那结果是什么 我觉得是 会产生一些变化 但我这个分析的话呢 主要是分析的是 包括这个下跌当中 影响到谁 包括整个运行的一个 各种逻辑 各种逻辑 好 那么也就是讲 今天是28号 因为还有31号 还有三天吧 算是今天还有四天 就是估计算三四天嘛 那么这个月 收线 那这个月开盘是在 68.56 最高冲到7083 现在是打成阴线 有一个 算是不小一个阳线 因为 68.56涨到72.83 最多是400多点 400多点 其实这个月最多的时候 应该有将近百分之 5.5的左右的一个涨幅 5.5左右的 5.5左右的涨幅 实际上是不小 但是我说顶部这个位置 有点问题 所以 那最后看了几天的一个收线 好 这是我对 整个原油这个部分的一个分析 也就是讲 我觉得 那天感觉非常别扭 就是在这一天 那天明确的讲 私下我们都是有交流的 就是在那一天 如果在末端出现 拉伸行情 就说 拉伸行情出现以后了 只要别拉太高 多单不会获利了解 那么 这个地方 出现了 然后出现 逢低买入的心理 然后 进行卖出 就这个地方是 没有存在 好 那已造成 我后面整个这个分析 当然 你说你具体 这是我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分析状况 就是这个分析状况出来以后 我个人觉得 还是会有一个拉伸的情况 那这个行情 以前有没有类似的发生过呢 其实是有过的 就这个行情其实已经 而且以前的话也曾经分析过 类似于这样的状况 这一次的话主要是一个析次呢 比较大 就这个行情以前在哪发生过呢 我记得 我回忆了一下 应该是在美加 美加 曾经在 美加的话曾经在这边 这一侧 曾经发生过 类似于的行情 类似于这里 这是去年我们做了一轮美加的行情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影响 但是在 这一端进行了卖出 当时那天的话 应该是在 就是这天 解盘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里 那天解盘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1.2730就够 应该也 同意还有印象 1.730做空 那么这个市场的变化呢 就相当于是说 是这边的一个变化 很像 就这边的变化 这边的变化相当于是什么呢 这边的变化也是一样 它有一次的 反转结构 是错的 然后又出来一次 然后又出来一次 也是错了 到第三次 是正确的 还记得吗 这是去年我们的变化 我们做的一比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图形结构当中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顶端 它也是有破位 看到吗 有破位 但是没有大幅拉升 下跌速度很快 一个下跌的动作 直接从 你说这个幅度有多大 没有 我说的是 因为这个极次不一样 就品种之间的极次不一样 这个地方的极次和 现在原油那个极次 是差很多极的 但我说这个结构 我说这个结构 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看着很像 但是就反上去了 就是完成了整个这个洗盘 这个地方的下跌的幅度呢 我刚好就把前方从这个地方 就去进去到上方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多单洗了一下 然后又冲上去 然后又跌下来 当然这个地方可能 回忆起来 就是会有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觉得原油可能 也会走一个类似的结构 就比如说原油 现在就是在 这是原油结构 应该是我们看思想的时候 会更清晰一些 或者看 就是打比方 看这个结构 或者你看日记图也可以 就是在这一侧 出现了一个下跌 在这一侧 又出现了一个下跌 两次 好 第三次拉升的时候 末端加速行情 然后再下跌 好 这里边如果有这个行情 它会有一个 什么呢 你看 它会有一个 这样的事情 可能会发生 第一个是 它如果 拉升起来 一旦破位 好 那么 下跌行情的开始 所以这个顶端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比较别扭的状态 就像是刚给你看 那个美加 小石图 对应的这个地方 就这个概念 但是呢 总感觉如果顶部的话 因为本身我认为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二三的转换在前 四五转换在前 然后呢 二三转换跑后面来了 但总感觉你连顶部都不做形态 你想 没有人回踩满路 然后你就去 直接跌下去 这个力量到底从哪里来 对吧 我就产生了这里 好 这是一个 主要的整体的一个分析 那么所对应的行情呢 就是说当都成熟了 所对应的这个行情 我才觉得可能适合 当时这个 我们在 因为同学有印象 就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看小石图 好 所以才是在这一侧吧 差这一步 然后才是后面这个下跌行情 就才是从它运行到这个 这个行情 大家需要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而且 为什么 为什么应该相像呢 这个行情各方面 包括它之前的这个 就各种 反正位置 这种反弹的位置 拉升起来 再下行 这个末端的行情 包括 原油 原油的话 可能跟它不一样 它是在 现在是 大的结构 然后这边是 下跌的行情 可能才出现 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这样的话 会 更好一点 这样会更好一点 而这个地方 我现在觉得我对它是有很强烈的质疑 就是不完整 思维逻辑不完整 头寸的不完整 所以 它应该是最后这个 上涨的可能性会更高 而主力在这个地方只是完成了建仓 然后主力接下来要干的事情是对锁 就是所谓对锁就是它先价格在上方做空下来 然后再同样再从下方买入进去 这样的话锁定住了整个这个空间的单子在一边 然后等价格推上去的时候呢 那么散户的空单会有止损 而它是没亏没赢 到顶部的时候呢 空空它平的是什么单子 平的是多单 所以价格能再把它价格推下来 同常它们做空的单子就隐形于市场面 然后它们不动就隐藏在里面 你可以来这么思考 当然这个分析的话 是我经过一个判断 包括白天的时候 白天我在判断什么呢 我就到底看它 比如说它跌下去了 会不会出反弹 如果它跌下去了 出现了反弹 我才认为 我可能解放的时候 会对你们把我说这一话 没有出现反弹 我可能不会这么讲 因为如果没出反弹 比如说打到低点 一直在横向 然后接着下跌 那真的就可能是个大三点 那你出反弹了 所以那么有人说 这个高点 就是所谓这个最后的出反弹 冲的这个高点到哪去 我现在测算的是平均仓位 就是散户的平均仓位 就是如果散户这个仓位 我判断是到了 15倍左右 就是那么就不如1000点就可以包仓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就这种行情下所建立的散户做空的信息是很大的 那么它一般来说散户这个信息下 一般不会下清仓 通常都是10倍甚至于更高 如果超过10倍的话 5倍的话呢 这个招呼包仓大概是600点就可以了 600到700点之间 那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可以测算 因为人的贪婪越大 它的仓位越大 同时产生的风险越大 那么只要最后的话 即使它扛过去了 回来了 它也不见得能够吃得住 然后最后下方再下跌可能 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大 所以这边我还会测算 我会我会思考就是当现在运行 我会大概我会看的话就是 大概散户的哪个地方去风高卖出了 我会计算大概期的一个 估算一个他们那个地方的仓位 那包括之前 比如说破了70下方的仓位 就可以都合并起来 破70的人有人做空 反弹到67以上有人做空 这就两笔 70一笔 67一笔 两笔嘛 好 705倍 这就不止10倍 一相加一处一二大概是 68到69之间的成本位 那上推600点就是爆仓的位置 或者产生大的风险位置 最最最好的是说 如果在顶部有那个加速上行 然后让他们锁仓也可以 这些都后你都可以再去推 当然如果是 会出现这样的行情的情况下 好 那人说为什么呢 我说过了 伊朗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没爆发呢 你怎么知道就不爆发了 你怎么知道就不爆发了 对吧 有人说这么大的下跌 能涨上去吗 你们是真的没见过吗 如果以前有没有见过这样 类似的事情 我忘了在哪个天了 我记得是什么品整 我记得是什么品整 我记得 一天跌了4% 转天涨了10% 好 那个可能是 可能你们大多数 还没有经历过的时候 好 那就是会发生的事情 就头一天 我记得那一天跌了 大概有两 应该有将近30块 整天涨了大概有70块 就是有这种风险的事情造成 就很夸张的行情 你能保证就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我都分析完了 分析了 它这一下子躲单全美 散户这么强烈做空意愿 而且是重仓做空意愿 那这个如果不去吃的话 可能说不过去 吃完以后再做空下来 哎 散户空的全都没了 没散户做空了 这一段距离内的散户都死掉了 有一点风险的 没有人跟我去强市场了 我现在跟他们一起做空 我觉得心里总感觉七上八下 我明确的讲 即使我这个地方我坐上了 我估计我早就跑了 因为不符合逻辑 这是整个原油市场的分析 好吧 你就是讲 如果你思考一下就把它 这个行情当成是 这个就是所谓四小时结构吧 那种就跟之前的美加讲的 第一次是假的 第二次也是假的 第三次是真的 那概念是一样的 是这个集四比当时的美加要大很多 啊 就可以了 那后来的那个美加是跌了700点 跌了700点 那你可以看 跌了700点 对吧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起码要比那个大两三倍吧 啊 那个不是1.27 跌到1.2060 吗 跌到1.2061 跌了720 啊 720多点 啊 那这边的话集四上起码比那个大了 两个集四以上 就姑且称赢啊 一倍两倍啊 那基本上就2000点吧 啊 可能差不多吧 甚至更多了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明白 就是他他各方面的条件 我就觉得不成熟 嗯 好吧 OK啊 那这是 因为因为原油毕竟我们现在不懂啊 好 可能其他多分析一下 好 那么每日呢 好 还是这个位置吧 没有变 啊 没有变 那这个地方到底他昨天啊 不是昨天周五的时候我去分析 那这个地方到底后面是是怎么推起来的 好 你可以看到啊他今天打的地方就是小时机的压力位 打小时压力位他回路 回路的时候呢 形成一个横向结构 所以接下来就是方向选择 那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人在参与市场 还不清晰 但是我的认为是说他会最后呢会有一个啊 微信结构上冲啊 有这么一个结构出来 但是你说啊 这就是要等的行情 就是如果有我们做空下来是感觉会很很稳土 而现在你直接做空 你说符合技术层面吗 不不是不是不符合啊 因为技术层面的话你说你啊 你下跌啊 反弹 对吧到压力位 再做空 这个没有问题 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整个这个运行的这个状态 就是什么运行状态里边 如果你是大幅下跌 你停顿也可以了 但是啊 你也也符合这个技术层面 比如说你下跌一轮 大刀小时机压力位再下跌 都OK 但是盘桿 对我的这边的盘桿就告诉我 还会有一轮啊 向上的运行啊 然后最后才能够啊 下跌下来啊 才能下跌下来 而现在这个地方总感觉是不够成熟的 不够成熟 有人说那那为什么呢 其实各方面你就看吧 也许 好像是美国这边啊 你看美国现在又对中兴这边又取消了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禁令 当你说他后面提出的那些要求 有人说挺过分的 他总比禁止好啊 禁止是把你直接打到破产了 让你无法经营下去了 而现在提出的要求是说罚款 要更改你的股权结构 更改你的管理层 然后给予一定的监管措施 监管啊去监督你这个公司 至少这些的话呢 你公司还是活着的 所以还是 有缓和的嘛 总比对吧 强烈的让你去停对吧 有有好的地方啊 这边也都可以这么算 但主要还是我之前分析的这些啊 心理商中分析的这个 几个蓝色区域的心理 以及运行的这个状况 它是干什么啊 所以我还是觉得会有这么一个 末端的行情出来啊 然后我们就再去啊 进展 好吧 这是远对日监 其实其他平均我觉得大概行 因为现在没到 交易的那个时间点啊 你说你具体去分析它有点 有点早啊 那么澳币呢 也是澳币的话 你看到它现在啊 不说叫开启吧 就是 起码现在是达到 0.7605 你不管是上周这个美元走弱 就说 或者是说这个这个这个啊 美元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弱势 然后它也没有冲上去啊 走一个大的横向期啊 然后呢它达到 4小时这个压力位置啊 啊受到啊 就是没有能够快速的再往上拉升 当然你说现在正好是 在这个均线附近粘合的 你说它方向选择 那么 我认为它是最后还有一下 其实跟每日那看法是一致的 也没变 但是就看最后 到底这两个品种 到底是谁先能够 走这一步啊 然后我们再去 参与 目前的看法 我还是觉得每日会再签 我就奥逼这个形态吧 就是欺瞒 而每日如果是从这边 上去就倒顶了 所以上去就倒顶了 那最好的话呢 当然现在我看 日本那边的消息面 现在还没有看到明确的逻辑性 就是能不能比如这个地方 帮上去的时候同时配合到 日元的一个基本面的消息 本来像今天可能有人说这个今天 有些是有些有些这个啊 所谓的这个这个 啊 市场啊 比如说到明天 早上可能有日本的失业率 看看能不能刺激 有没有改变 那再到 他临近 我认为到 比如到顶的情况下 他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观察 观察相关的几个 和日本相关的基本面 最好是 那个基本面利空 利空于日币的消息出现在那个顶部 那就是一个做空的点 这个地方就跟当年 我们在111做空那一次 就在英国退游之前 从111做到101那一波是一样的 顶部的时候是利多于美日的消息 我们是做空的 然后到飞龙事件 旁旁旁下跌 这个地方我也是在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状态 好吧 OK啊 当然了 所以最后我说一下 因为这应该本来最开始说的啊 因为今天晚上是 美国的这个修饰 但是美国修饰的时候 市场一定就没波动了吗 也不见得 因为毕竟现在欧洲这边闹得挺凶的 所以你像欧洲 欧盘这一段时间的运行比较大 啊 你他这个欧元从今天高 但是你说美国修饰也许晚上没波动啊 这个都可以接受 但我今天我刚才说讲的一些 因为他主要是一种结构的问题 不是说今天 或者这几个小时会发生什么 啊 主要是这些结构的问题 当然了 像欧元 欧元 欧元年初的时候我也说 1.16 啊 他可能回踩到这边 那么现在也刚好到了 啊 1.16这个位置也到了 如果1.16这个位置到了 啊 他下一步该 怎么去走啊 就是从 上方涨到 1.25 回落到1.16 刚好是一个周级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啊 周级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你见了吗 那么这个地方啊 会否是 啊 就有有有作用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有一定作用 我可以观察一下 后面啊 这个地方他有作用 我还在这个地方呢 他没作用他就会刹下去 他有作用他会起来 有作用起来以后他起码会做刺激吧 那做刺激低点的时候再去看呢 他是下破还是啊 刺激低点是后期是上涨 就是说 这个变化我们才比较好才会 比如到这个地方 比如他是下破 啊 还是上扬 这个不是来看见 那如果你是选择上扬 对吧 你到这边起码你有做 刺激低点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可以选取做这 那当然这个过程呢 那也许你有下破的可能性 那你可能是一个中期的波尔顿 那如果是说你从这个地方跌下去了 你跌总会跌到一个合理区域吧 我再去买不也可以吗 所以这个地方是刚好是一个最好是观察的 不断整个从1.24下跌然后错过去了 对吧这个行情 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彻底将他错过去 这个时间最好就不参与 但是你要非要做我建议是1.16 我建议是买入会更好一点 而不是卖出 好吧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说关于英镑欧元这些品种 那我觉得我暂时还真的不想去 给他定一个性 就他到底是干什么 那其他这些品种我们需要观察 需要观察 有人说那这个 到底何时起头 你说奥比 就像原油一样 因为其实我是读到最后那一天了 我还是读到最后那一天 出现末端的下跌 我们去进行进场 这个节奏跟以前没有没有这个变化 我们还是应该 耐心的等那样的交易机会 好吧 那么今天的话呢 有跟两三个同学吧 进行了一个 一对一的沟通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继续约时间 我们在 每一天吧 就是说尽量能保持在 两三个同学 然后我们可以找这个助手去约 我觉得还是有有必要聊的 今天就跟两三个同学去聊 我觉得聊还是很多东西的 就是说 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困惑 就是包括自己现在 对事上的理解啊等等 等等 我觉得还是有需要 解读的东西很多 起码来讲我觉得你不管 至少目前来讲我觉得 应该想搞明白就是说 到底自己想得到什么 就这个 还是蛮重要 有机会的话呢 最好还是能够有一个 一对一的沟通的时间 会更好 好吧 今天时间多一点啊 因为就这些内容 而且晚上 因为美国这边 这个今天是这个 所谓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嘛 每年都有这个纪念日啊 那么可能啊 就美国市场会修饰嘛 那 市场没波动也是很正常 好吧 好 好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啊 约时间的话就直接找这个 助手去问啊 群里面这些问就要联系你们 安排时间 大概一次的话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 只要看 问的问题啊 然后看有需不需要这个 时间更长 去看看不同的情况吧 但是正常应该 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吧 好 几点说吧 就是如果美国那边放假的话 一般是到 我想一想 一般是到这个凌晨 如果是国内时间 一般是到国内凌晨的一点钟左右吧 就是欧洲那边市场关闭嘛 一般来讲都是那个时间点 就你最多看到夜里一点钟 然后关闭以后一般 欧洲市场关闭了 美国市场关闭了 基本上市场就没什么波动 好吧 当然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吧 我觉得因为美元一直在94这边 我记得我之前也分析过 就94包括欧元在1.16 它确实是有可能性会发生变化 至少是调整是可能的 所以这边的话最好是 如果想做美瑞的话 我建议还是等 有一个末端拉升吧 如果能破掉高点以后再空 我觉得最好 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很能碰到的力量 如果是比如说你如果这个位置是 又不高也不低的位置 比如说你想去买 那你就找回落去买 刚好是在一个 就是很尴尬的位置 就是它上面吧 你说有压力吗 有 但是你说这个压力 就一整数关口就一定能够压得住 这边我建议大家是暂时先观望一下 如果你当然你短线的话 我觉得你短线的话 其实是转 你稍微中线一些的行情 现在是看不到的 这个地方 你最好等一下 黄金的话 其实跟刚才我讲那个 买日那概念是一样 就是我认为黄金之后 就是这个运行状态 那现在就运行到这儿嘛 上冲到中间值 看它是上去呢 回来 就这个状态 我就会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下 直到我认为它有方向突破 我才会跟你们讲 就上周我画这个图形了 我认为就后面就可能会这么运行 比如说为什么呢 现在有些市场当中 你说到底是风险度高 还是风险度低 我也搞不清楚 现在到底市场预约 你说是 没有反应 比如说一辆出问题了 风险性高了 达到1320以上了 是吧 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判断这个东西 最好就是你短期的话 我建议就是中间不足 中间的位置 1300附近不足 跌到1280买 上方打到1320附近买 你就记住这种计划就可以了 这种计划就可以了 他在这个顶端就是不给这些人离场的机会 就我这边是算到 我认为是下跌的时候 是不应该给这些人离场机会的 就是所以这个地方不应该出现3%的涨幅 因为3%的涨幅这些人就跑了 所以他这个杀跌 针对他们是的 但是针对他们同时呢 他并没有在回路的时候去套多弹的情况下呢 他就跌不下去 所以他就是单纯的一个洗盘 而这个洗盘呢 把他们杀 把他们打掉以后呢 他如果真的冲上去 这些人就会产生后悔性的一个 就会追单 因为这也是 就是反而就变成这样的分析 之前那个 对于回财买入那个 就做费了 所以就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分析 所以这就是分析的概念 它是因为中间产生了变化 所以我才会把后面的分析所更改 如果不 找到这个问题 我会去哪 CONN 请不吝点赞,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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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们今天解盘内容就到这 我们看一下今天应该不见得有什么大变化 我们就看看有没有突发的风险性事件 造成影响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见 然后祝大家晚安